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Vinh 没有斩断海浪的勋章 没有深天赐的光芒 应该承认我生而平常 却不敢沉默的Long Time Breaking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Passing out, Air flowing down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 解锁一道光 我们知道未来还有不信的阶段 挡在我前方 他们终出成灵魂的高楼远和 是我期待我成功我丢弹亮 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墙 我在我手上 从社交平台后台数据来看 咱们节目的反响跟增势都非常不错 东子 我知道你还在想分享艾丽的事情 我承认 这些生果当中真实的素材 一定比我们这一群人 坐在这里纸上谈兵 要来得有意思 我是觉得吧 那如果有这真实的素材 那咱们不是更方便行吗 是吧 你说得没错 但是东子你想过吗 这些真实的素材 就一定只能通过线下的渠道去获取吗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要讨论的 就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前几期节目 为了让观众了解我们节目的调性 我们确实单方面地输出了很多观点 但是后面的节目 我希望可以给到观众多一些互动 给他们更强的参与感 小丽 你把资料再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评论啊 这是小丽整理咱们节目 在各个官方账号 热赞最靠前的一期留言 所以我希望 后期我们可以定期做这样的争计 在这些所有的评论里 去筛选一些 可以引起社会共鸣的话题 来作为我们节目的选题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以哦 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想法 有机会成为节目的选题 肯定会更加积极地留言 这是个良性循环 早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不至于瞎提意见了 省了大家早上 名字不想着找选题啊 那你也不能给我偷懒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些选题 有没有合适的 我之前做整理的时候 对这条就印象挺深的 他说他是入学不久的 大一新生 刚进入陌生环境 他们都是独来独往的 但是周围的同学 很快就找到了同伴 好像显得他很孤僻 不知道他自己 是该坚持独来独往的状态 还是该努力地融入他们 让他看起来 不要那么地意义 这有个关于职场的 他的名字叫 悬崖上的花 他说他的领导 性格比较凶 还很急躁 有时候原本不会出错的工作呀 被领导一说 反而出错了 越出错领导就越急到 这种工作搞得他很焦虑 你们看我干吗 我今天更美了吗 结果冤啊 我们什么都没说 你 你们都想什么呢啊 要不是我心胸宽管 我跟你说一会儿卡好了 说回来正题 我觉得职场 确实是一个有 管方过敏的话题 你们开始找一找 有没有更加好的评论 明白 秦宇现在尽力 把我想象成它 来进行一次对话 好吗 我尽力 晓墨 你现在有空吗 晓墨 我这有个事 可能需要你帮忙 这个文件真的很重要 好啊 林哥 就靠你了 晓墨 此时应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有我自己的事 如果我帮了他 我的工作就做不完了 如果你拒绝他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他会生气 他生气以后会怎么样吗 鼓励我 排斥我 我不知道 之前我帮了你那么多次 现在连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不帮我 咱们还是不是一个 公司的同事了 鼓励你排斥你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 可能 他会觉得我是一个 很不好的人 而且如果他跟其他同事 说了之后 他们会觉得我很不好相处 觉得我 只在乎自己 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他们就会觉得 我是一个 很坏的人 别着急 莫先生 先喝口水吧 我不可能喝 莫先生 这杯水本来就是为你倒的 关于职场 我这有一个 末言末语的账号 他说呢 他在公司会有很多同事 经常找他帮忙 他也以为大家把他当朋友 所以都会尽力 答应同事们的请求 但最近他发现啊 同事们并没有因为 他的帮助而喜欢他 甚至呢 会在聚会的时候 刻意避开他 他感到 非常的伤心 这哪是把他当朋友啊 这是把他当软柿子 好捏又实用 但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 在职场上生存 真的很困难 这有什么不懂得拒绝的呀 这就说自己忙 有事不得了吗 但是 是吧 小丽 你觉得这个话题怎么样 我 我也不知道呀 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很困扰 这有什么困扰的 而且在一个公司里面 像这样的人可能是少数的 那这做出来怎么引起共鸣了 那大家如果都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 去聊话题 那多数人不就在看戏吗 什么叫大多数人的立场 你不能理解不能共情 是因为你不是被伤害的那一方 但你又怎么确定 你没有伤害过别人 小丽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没有绝对 立场也没有绝对的 这也是这个话题的 编着意义所在 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取决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 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 取决于我们怎么对待他们 我们每一次的发声 都能让不同的人 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有了 咱们下一期的主题 就叫如何拒绝别人 拒绝别人 对 其实不管是学生 还是上班族 大家都能遇到 想拒绝又很难拒绝的情况 而且大多数人也不善于拒绝 这个点对标的群体 就很团泛啊 那我这边发文 跟大家分享一些 平时不善于拒绝的例子 我觉得不如直接鼓励别人 去分享那些 成功拒绝别人的案例 把这一次分享 做成一个活动 这种分享 也可以激起听众们的勇气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 这也太好了 大家觉得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下一题 咱们的主题就定了 标题我都已经选好了 就叫 说不 莫先生 我在刚刚跟你沟通的时候 我发现 你非常非常注重我的感受 我发现你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别人跟你在一起 都会感到很舒服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你很怕让别人不高兴 不高兴的原因 你怕跟别人产生冲突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所以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 我昨天晚上 家里面正好有急事 所以赶不及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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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咱一起 可惜小莫不在 不是还有人能来挡挡酒呢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冲突 你会尽力地去迎合别人 那久而久之 让每个人喜欢你 无意志地成为了你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目标 我说得对吗 何老师 你说的这些 我好像真的是这样 就好像有的时候 我根本不想去做 但是在此之前 我还是习惯性地答应了 可是我每次答应完之后 我都会很后悔 没问题 我就知道你没问题 好兄弟 改天请你喝咖啡啊 不为难吧 其实我并不想去做 我现在在想 我到底为什么不去拒绝 我想应该是 因为害怕 我害怕拒绝 因为 如果拒绝了 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矛盾 我觉得凡事 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的拒绝了 可能你的同事 会觉得很惋惜 但他们内心会理解你呢 会吗 应该很难吧 在心理学的认知行为 治疗理论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当我们人面对刺激的时候 我们会快速地形成一个 对这个场景的自动思维 而这个思维 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 还有行为 所以对于你来说 每次当你想拒绝 你同事的时候 这个自动思维 就会主动跳出来 它会告诉你 如果你拒绝了 就会产生冲突 所以你为了避免冲突 你就又会去迎合它 而忽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说得对吗 是啊 是啊 莫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你在生活中 有尝试过拒绝别人吗 很少 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 看到别的可能性 这样 这样 我们来做一个行为实验 来检测一下 行为实验 我这里有一个表格 你拿回去 当下一次你同事要求你帮忙 你想拒绝的时候 你便可以记录 你试着去拒绝他们 然后记录一下他们的反应 来验试一下 跟你脑海中是否想法一样 好吧 莫先生 这对你来说很难吗 没有 没有 好 莫先生 我跟你相处真的觉得很愉快 因为你总是照顾我的感受 但同时我也非常担心 你会不会过于地委屈自己 其实对于咨询师来说 我更希望我的来访者 可以表达出他们的情感 不管是积极 负面的都可以 这样有利于我们咨询 小黄老师 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对 也非常好 但只是我 我真的没法拒绝别人 我非常开心 你可以收拾自己的感受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怎么拒绝别人 你认为拒绝别人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 不要伤害到别人的 不要让别人感觉到难受对吗 是 尽量温和一些 让别人舒服的 你觉得诚恳这个词怎么样 可以 而且我也想 自己能被别人理解 很好 那我们就以那天唱K为例 你 小默哥 小默哥 你还在公司吗 领导突然让我把托换案给他 我电脑里有文字版 你能帮我把托捷做一下吗 感谢 感谢 我实在走不开了 根据我们刚刚讨论的方法 想一想 怎么拒绝这位董事 非常 抱紧 我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 再回家的路上了 要不然我下次再帮你做托捷吧 下次再帮他做托捷 确实是一种很好代替的方式 但是你要想一想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不是 如果你真的非常为难 或者是处理礼貌 你可以告诉他 这次虽然帮不了你 但是 我可以帮你其他的事情 别害怕 只要意思表达清晰 态度委员就可以了 嗨 小楼 我现在已经离开公司 再回家的路上了 还有什么想说的 大胆地说出来 不要害怕 你今晚做托捷剧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我 我是说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帮你解答 好好好 很好啊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开始 师傅 回家 没问题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这个行为实验 就是你的家庭作业 我们做这个实验 并不是为了证明 你之前的想法是多么地不对 可能这个实验对你来说有难处 你也做不了 但是我希望把一切的问题 带到我们这个咨询室 我跟你一起讨论 请你记住 无论多难 我都有信心跟你一起跨过去 谢谢何老师 您辛苦了 真的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何老师 我说实在的 我打内心里面 非常非常感谢你 因为很久以来 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了 所以我在想 我可不可以和您 成为朋友 我非常荣幸 你可以给我提出 想成为朋友的这个提议 但是我还想 把这个问题留在 我们下次咨询的时候 再讨论可以吗 伦理上来说 其实来访者跟咨询师 是不能成为朋友的 但我还是想花些时间 跟你聊聊这个问题 伦理上说 这是专业性考虑的问题 因为双重关系和多重关系 会影响到咨询师的专业表现 我的问题我不懂 不好意思 真的不用跟我道歉 没关系的 小莫先生 我期待下次你跟我聊一聊 想跟我成为朋友的期望 我想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那这一次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周再见 好 记得 要完成你的家庭作业 忘不了 那我先走了 慢走 谢谢 来 来 来 喝多安 今晚咱们的主题定了 叫如何拒绝别人 行 那我准备准备 等一下 那个 在拒绝这一方面啊 你已经很擅长了 所以咱们做这个主题啊 你也不用过分地深入去学习 这个你们也以后 是吧 我发现您也挺擅长借题发挥的 要是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多了 再往左 你知道吗 再往右一点 一点 一点点 你再往左一点呢 不你们是怎么眼神不好 还玩过呢 我们眼神不好 老钱 老钱你帮我看看来 这真是什么 完了 工作压力太大 把人弄傻了 你说咱是不是得找 贺顿老师给他做个咨询啊 不偏不倚的啊 挺好 我行 你说什么样的男人不容易被女人拒绝呢 不被拒绝 要不你就告诉我 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那就得分人了 比如像贺老师这样的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都喜欢勇敢的男人 对对对对 那种自信果断的男人 很容易让女生喜欢的 烈 那你看哥 自信果断吧 哥 你这个叫 不烈 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看过一个分析 说不过一个男人 常常出现在一个女人身边 你一会儿是不是找贺顿还有事 但跟你也没有关系 倒也是 你找贺顿还要提前联系 我直接回家就行 对他嘘寒问暖 再对他的家人体贴照顾 这送饺子的人 绝对心都能做得正 不像某些有贼心没贼胆的 只会拿水脚说什么 如果还能送点浪漫的小礼物 那不被拒绝的几率可是极高的 对对对 那种举棋不定的男人吧 成功率 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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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有什么着急的事 别今天说啊 对 今天不合适 为什么呀 赵托不好呀 赵托不好呀 如清泉 滋润干涸的心田 心非夜化 即刻启航 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有过于自省的倾向 如果自己没有满足他人的期待 就会陷入到一种自我家庭狠低的思维状况 哪儿就你弄啊 去晚风不出 弄啊 我肯定来不及了呀 要不这样 你先去 然后我等会再过来 好臭 小默哥 你还没走啊 那个 我一会儿跟小卢要去跟客户吃饭 你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那个 总监今天要我交的PPT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 那个很快的 几千座的PPT啊 不得不得就五千字 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对对是 特别快 小默哥 在下一期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啊 我们将挑选出十位听众朋友的故事 一起探讨在生活中 遇到让我们感到不适的请求时 该如何拒绝 对不起 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我要回家了 小默哥 小默哥 我太不累了啊 这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好 而且 好 可以啊 那之后要辛苦你继续加紧了 累吗 我还好 我还有客服 我先走了 来来 孩子们 继续加油 我先走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不早就让你们回去了吗 怎么还不走啊 还不是咱新专题爆了 都在这儿筛留言呢 爆了 爆了 你看 你们走吧 我来整你 赶快 早点回家休息 钱哥 这些留言太多了 你一个人弄管的 我们没错 对啊 别逞强 我们一起弄更快的 二楼三天三夜 熬坏了没人替 我这节目还做不做 快走 快快快快快 走 都不走的话 这个月奖金都没有了啊 我就说呢 替我们加班 哪还有这种好事 是吧 钱哥 又不走 找你好的 都拔你了啊 嗯 加油老大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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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哥 拜拜 钱哥 удры trying to look for 哎呀 你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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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走了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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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鸟鱼 新打的马鸟鱼 这一条多少斤啊? 五斤鱼 这有小条点的吗? 没有 我再看看 这一条多少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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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新飞烟花 听多了你们的节目 心情都变好了 老公挨骂的次数都变少了 好多年不听电台 居然为了心飞业化 买了个收音机 最近的一次拒绝 应该是拒绝老爷 要带着我的收音机去溜玩 最近拒绝了一个相亲对象 一次聊天 还得是我找话题 还是幽默的男人 最让女人无法抗拒 幽默的男人 幽默的男人 喂 何顿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在众多的回馈当中 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什么结论 这听众的耳朵啊 是雪亮的 咱们的主题 这网友的回馈非常积极 在众多的评论当中呢 也有非常聪明的听众 发现了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 这个盲点就是 咱们的男主播太帅了 不是说 女人都喜欢幽默的男人吗 英雄的野观 总是孤独的 编辑 这帅主播 toma 什么事 终于并不回来 你也有这么好的 对 说 正说 第一个 你又被想帮助 来 这边 二单一 王开尔斯开小潮 好 好 喂 海峰国际广播 喂 你找谁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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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我现在能去你那儿一趟吗 我又在那个 哪个 妈 陈太医 大半夜里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吗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真的被吓到了 现在有点抽筋呢 哪抽筋 新抽筋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能好好说话我挂了 别挂 别挂 我真没骗你 我 我刚才在办公室局都鬼了 你要是不来接我的话 我准备去找小蓝了 人家小云刚刚结婚 你要是觉得不打扰人家的话 那你就去吧 那 老钱呢 这个吧 人总有一趴 不丢人 不不不不 这样吧 你过来吧 这屋子呢也有一半 另一半呢 我就替他答应了 能来接我一下吗 看 我没说答应他 你干嘛 干嘛要答应他 人家都心抽筋了 这理由都找出来 你还不让他来啊 我看着他刚才那个语气吧 好像真的挺害怕的 不像是装的 那小鹤老师就收了收了他呗 喂 咱们玩桌游啊 人多一点好玩 我们一家会在干嘛 那个 因为 老鹤 你是不是 只想见钱还业一个人呢 想干什么呢 我猜没有好玩 得了 我懂 你什么时候会玩桌游了 我认识了几个新同事 随便学了学 小鹤是不是说一会儿就够了 嗯 我都不认识了 我来了 来吧 这么晚了你就不困是吧 失眠 玩乌弄不小啊 你听明白了吗 这个是变颜色 好 你以前没玩过吗 我第一次玩 但是他刚才讲的规则 我已经记得 很简单吧 你要是不会的话 我也会了啊 你就大大方分分我就行了 也可以问我 拜拜 哈顿 我之前看你书下账友 当尼采采哭泣 你也喜欢我亚弄啊 对啊 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心理治疗大师 我刚买了他的三本小说 真的 那你能把他那两本 借我看看吗 没问题啊 谢谢 出发啊 我玩啊 简开一件两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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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植 你只能出黄色的 对啊 我 好 我剩最后一张了 我赢了 起拍 最近呢都没玩游戏 工作太忙了 觉得有点生猪了 你不知道是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啊 哪儿都有他一个 啥都会 二半夜的也不会叫 一些简单的事情 有些人都搞不明白 才会熬到后半年 你俩能不能别导的专心戏拍 玩不玩的 发拍 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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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不用发 好 那我先出来 好的 绿绿 二 变什么是色了 红色了 我也能 前开机加两张 你加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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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两张 你也加 你加四张 反弹 我也反弹 我还治不了你呢 我们俩也在玩 静止 你还没有 那我出完了 我赢了 我赢了 佳慧 你刚才是故意让我的吧 我没有啊 是 接个电话 教授 好好好 没问题 那我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 嗯 好 那你早点休息啊 明天见 继续吧 哈顿 我看你书架上都是 一些关于病理的书 但没有病例 都是理论知识 我这儿是比较少 但我教授那儿的案例 特别特别多 都是来访者认可过的 教授是 哎哎哎哎 你真的好无聊哎 你们别总盯着我们家老贺呀 玩玩 来吧 哎 我刚才没聚会啊 我现在会了 你敢不敢再来一把 我诺两把还不会 头四锦 那咱们就决战倒天亮 来了 行了 可妈要不要喝点东西 不用 谢谢 昨天晚上怎么突然间想到聚会啊 你说到这个我就生气 我就不应该认识那个冤大头 这前开易总天晚上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说什么他遇到鬼了 鬼哭狼猴 他非要来找我们 你说咱俩陪他玩了一晚上游戏不说吧 关键他一直在说他没有受到惩罚 像他这样的 咱们就应该让他来当司机 这么早去送到案是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 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好像还挺重视的 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 我没有看过内容 你就不好气啊 我之前看过季教授的一些书 但是我最近看了他的一个采访 觉得他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之前觉得他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古版的老学旧 那你就太误会他了 那他什么样能跟我说说吗 他呢又认真又严肃 有的时候像个小孩就很贪玩 可有的时候又很成熟 像父亲一样 你就这么信任他 当然 无论是我的工作还是我的学业 他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 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跟你想的不一样 怎么办 为什么这么问呢 没什么 随便聊聊 我只是觉得你要是特别容易相信身边的人的话 可能会受伤害 我确实是一个不太信任别人的人 但可能是因为老师他无条件地信任我 并且支持我吧 我觉得我也要对得起老师的这份信任 这是双向的 希望吧 希望吧 希望你的信任不会被辜负 应该怎么办 你真是不太信任 和我去那警察记 tak得去呢 我去那儿去吧 你去那儿去的 你去那儿去吧 你去那儿去哪儿去那儿去 坐吧 干吗去啊 阳光明媚的早晨 三三不五 聊聊天 再吃个早午餐 再合适不过了 那你为什么能一起啊 我干吗去啊 太阳这么大 还去洞口吗 谢谢你娘家欢 来 送我过来 待会儿我进去不知道聊多久 你就别在这儿耗着等我了 先走吧 但是你可以进去 跟姬教授打个招呼 他人特别好 跟你的专业也有交集 以后你们可以沟通沟通 怎么了 佳慧 我好久没熬夜了 回来让钱开业这个家伙 请咱们吃个大餐补偿一下 佳慧 我看你今天这个状态 你一会儿别开车回去了 你交一个代价吧 要不然你疲劳驾驶不好 行 刚好下午还有点事情 那一会儿你自己回去 到家来给我看个信息 放心吧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 倒是你 你今天这状态 让我实在有点太担心了 真的没事 我没事的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 一会儿进去跟姬教授打个招呼 教授 教授 来了 教授 给你拿来了 那您的这位故人 是男性还是女性吗 这重要 您有爱过什么人吗 没有 没有 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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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教授 这是我的朋友佳慧 这是姬教授 你好 教授 我这里佳慧 你好 海队 你来 不好意思啊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可能今天有什么急事 我进去看看 你注意安全 爸 项目见一面吧 好 好 教授 您这儿多不信任我呀 刚把这个给我又拿回去了 昨天没休息好吧 这您都看出来了 厉害 年轻人啊 就得劳逸结合 刚才送你来的男孩儿 感觉不错嘛 您怎么跟我妈一样八卦呀 那只是我邻居 我早上蹭车过来了 别乱想啊 这感情啊 就是在互相帮忙中建立起来的 你妈已经跟我说了 她说两个都挺好的 都得喜欢 那我妈怎么什么都跟您说 还两个 这是我的人生大事啊 你们管不了 人生大事啊 还是得靠自己 我就是以老买老一下 在选择另一半的问题上 就是要睁大眼睛 睁大眼睛 听您的行了吧 上次给你的文献翻译怎么样了 实验数据和核心论点 都已经拉出来了 来 老张送的明天龙井 接接罚 有什么收获吗 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交叉发作 这远比我想象到复杂很多 关于双向情感障碍 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损伤 目前没有一个实验来表示说 这到底是药物问题 还是障碍本身的影响 但如果它是药物问题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应该不至于 你们有别的办法 非药物性的认知干预措施 可能才最合适 你是说 这可是你的专业里面 认知疗法 线索回忆训练 这个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 确实有可能存在 打开那扇牢笼的钥匙 但目前还没有发现 有方向吗 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 他们往往丢失的是自由记忆 他们的线索记忆很少会受到影响 如果线索记忆是完整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找回记忆的 我相信您已经有答案了 只是您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抱歉啊教授 我只是一个提议 目前这本书还没有翻译完成 等翻译完成以后 也许有足够的理论 还有依据 知我这样 莫过我徒弟 您的方向没错 只不过 回忆是主观的 别人的回忆 那注定就是个罗生门 就算是罗生门 只要能够帮助患者找回希望 那就要尝试 教授 患者有没有亲密接触的人 比如说爱人 亲人 朋友 或者是跟他共同经历了 某段珍贵回忆的人 每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花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专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的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黑 多云的回忆 一阵雨 一阵雨 有阵萨复出 晴朗如隔的风景 也看见你 恋如星辰的眼睛 她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看见了美丽的爱情 忽然之间来临 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